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as reported that a Taiwanese company bought a shipment of Lithuanian rum that China would not allow to be imported. The Taiwan side did this as a way of showing support to the Baltic nation.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on this story about the Lithuanian ru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s a really strong political process to support theppy-ish econom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European Union system. It has to be taken away from the US and not lockups, have open-minded, not to cut-down, not to remove. This is common among the Hari Reyes for the WHO-SPA community of the largest global newsletters. As the first-하신 RCEP democratic legislation of the e-Mesports, 中国始终兼致开放的地区主义 以坚定决心和切实行动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拉动区域贸易投资增长 下一步 中方将同隔方一道 积极参与RTEP机制建设 共同推动提高协定的整体实施水平 为促进地区繁荣和世界经济复苏 做出积极的贡献 刺杀苏莱曼尼 是美国肆意破坏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准则的又一例证 是美国滥用武力犯下的战争罪行之一 美方可以违反国际法 动用恐怖主义手段 在主权国家搞定点清除 可以在世界各地杀害数十万无辜民主 这些世人眼中的非法和残暴行径 美国却都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粉饰 美方反复声称 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事实一再表明 美方真正在意的 只是满足美国需要 服务美国利益的规则 美方着力维护的 不过是巩固美国霸权 让美国继续凌驾于 国际社会之上的秩序 但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规则和秩序 中东地区国家人民不接受 世界各国人民同样不会接受 中方认为 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 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 对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也具有积极意义 中方希望五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加强沟通与合作 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 并且为五国采取共同行动 发挥了有力的引领作用 在联合声明的磋商过程中 中方还推动写入 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 或其他任何国家的重要内容 为五国达成一份内容积极 有分量的声明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和大家一样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 习近平主席 吭枪的话语 豪迈的宣誓 深切的关怀 深情的祝福 包含对中国和世界 牵涂命运的深刻思考 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天下情怀 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 奋斗的激情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共鸣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 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新的一年 中国外交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坚持人民至上 胸怀天下 出力奋发 笃行不殆 以昂扬姿态和切实行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同各国携手一起向未来 共同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